中文字幕——YK 动物是人类最好的朋友 2022年台湾领阳宠物树超过5000只 但你知道吗 台湾每年鹿杀死亡的动物 超过1500万只 他们本来在还没有人类破坏之前 它是所有路都可以走 但现在变成只剩下河流 算是干扰比较少的地方 我们为了防范水灾 所以我们的很多河船 拼命地在做整治 其实就等于是破坏掉 它们的密食场 它们就会被迫要上到马路上面来 然后导致容易被路杀 人类真的是动物最好的朋友吗 熟练不时谨慎 牵细却有黑的双手 它是许家珍 喜欢餐饮 崇尚日本职人精神 年纪轻轻已经考取九张证照 今年应该会拿到第十张 前阵子去考了一个 也是中式米食 但是是不同的项目的 那明年之后是打算 往乙籍的部分迈进 您好 这是四季鲜果冰淇淋松饼 请慢用 谢谢 吧台 厨房 甚至外场 中西餐他都学得很认真 准备下班前 因为拍摄团队的到来 引起同事们对许家珍的好奇 鹿是他的全名是什么 就鹿杀 我以为他是一个说习 没有 它英文就叫roll kill 所以就鹿杀 鹿 我意外地怕猫猫走 但是他爬到身上我也还好 但是我就把它扑掉去了 就长长的猫猫的乱乱的 蛇就不会 蛇 蛇不会 好啦 我要准备下班了 拜拜 离开为新有志的餐厅 引入夜色中的许家珍 一件让他努力了十年的事情 正要展开 跟所有的超人一样 总在下班后变状 当然都是形状 如果那个形状 我觉得像我就停下来确认一下 他的任务是什么呢 没事 黑框材出了 刚从蝌蚪变过来的 那有多久了 稍微看一下 想说看有没有什么东西的时候 就看到他在纽泽西护栏上面 就是爬心 但是他有可能会翻不过去 因为他一直要往下滑 就有可能会被堵在这边 然后早上起来日赛就被干死 所以这边没有 要让他可以穿越的洞 因为我刚刚看到他 后面比较低 前面比较高 就看起来像青蛙站起来的感觉 然后结果仔细一看 发现了这片叶子 不需要超人装 他已经是这条下班的路上 野生动物们的小小英雄 回家不到六公里的路程 他总要骑上半小时 因为他的车速不到40 有时候40还会太快 之前也曾经不小心 连过一只青蛙 他那时候一直往我这边跳 我也来不及上 那是一次蛮让人伤心的经验 原来许家珍是陆沙社的 光明科学家 终究无法像电影里的超人 从不闪失 防止陆沙 却也免不了陆沙 利用下班回家的路上 顺道进行伤亡野生动物调查 今天 他还会停下来几次呢 之前有一次下雨天 比较多的话 大概有停过十几次过 但是那是非常极端的 通常大概都是不会停下来 要不然就是一两次 这样就算多了 我当然是希望不要停 因为这样就代表说 他们都可以平安地 待在他们原本的地方 那如果停下来就代表 他们可能走在一个危险的地方 台湾每年 鹿杀动物超过一千五百万只 触目进行的数字怎么来的 这是全球第一个用社群媒体 搜集鹿死资料的社团网页 丁德恩 2011年 在脸书贴出了一张 鹿死的蛇 意外获得回响 大家都以为 有人专门在收集 死掉动物的照片 然后就把照片一直丢过来 就是把我们吓到 我们本来以为 死掉动物不会有人去关注它 那后来才知道 果然台湾人 其实是很有爱心的 于是他成立鹿杀社 鼓励社员上传 各式各样死因的动物尸体 如今社员两万五千人 超过七千人 实际投入调查 被称为是公民科学家 就像是许家珍 加入十年 上传的资料超过四万笔 透过死亡动物的调查 我们可以去回推 那原本那个地方 有什么样的资源 虽然他已经死掉了 这个部分 我觉得是一个 蛮大的一个感动 前面开始 但是真的 只是好玩 纯分享 到后来真的是 让这些网路上 不认识的人 他愿意 为了死掉动物 特别 在特定的时间出门 去走某一条路 帮忙做调查 灰汗如雨 这样子的方式 然后把它记录下来 之後把它提供给我们 今年地球迎来史上 最热的七月 许家珍照例出门做调查 如果说下半夜巡 只是顺便 那他到底花多少的心力 在这件事情呢 通常我们是月休八天 大月小月都一样 大概会有四天整天 会出来记录路沙 那另外四天的话 下午也有可能 会再出去 可能也是路沙热脸 但是比较没有 需要一整天的时间 去走的地方 去绕一绕 也就是说八天的假期 六天都奉献给路沙社 而且所谓的全天 可是扎扎实实的 从早上六点开始 大中午也没有多做休息 路沙旺季大概是 四月 七月 十月 这三个时段 那通常四月的话 是他们出来 要开始繁衍的季节 那时候会有更夸张的状况 曾经遇过就是大概 短短的五十公尺以内 大概就有五十笔到一百笔的路沙 我们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是要把路沙 就是移除到路旁 一来是避免二次路沙 因为也许有些动物会去 想要吃它的尸体 然后就会再次被路沙 二来也是避免说重复记录 车潮传流不息 它小心翼翼 强调安全第一 但也笑说 停下来拍照时 常被当做事检举模仁 那为什么还如此投入呢 看人数字一笔一笔的 其实就代表说 其实我也是有 再贡献也会心理那种感觉 念台大师徐家珍就参加自然保育社 从观察野生动物 到关注鹿死动物 一开始也胆战心惊 看到蛇只敢用长长的树枝 网路辩波 和观察活跳跳的动物比起来 心情压力不小 最难过的还是遇到 在繁殖期的时候 可能蛇类或者蜥蜴 它们是暴软的 然后就会看到它们的蛋 从肚子中破出来 就会觉得蛮可怜的 这两年也偶尔会遇到 濒临死亡 但是它还在挣扎动物 那个其实看到是还蛮心痛的 一路齐齐停停也不轻松 能持续超过十年 因为它知道 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其实鹿沙海算是蛮常见的东西 但我没想到它也能够发挥作用 师傅这个呢 我们把它叫做荔枝标本 那我们最主要的是要保留 它的一个外体的大致的形状 那其实最重要的部分 是它我们说的辨识特征 才是最重要的部分 这里除了有完整 栩栩如生的动物标本 许多是经过解剖 或原本就破损的物种 戒标本的话 通常会测量它的外部形质 除了这个之外 现在很常做一件事情就是会采毛法 特别是包含毛浪的部分 那因为这样有毛浪的部分存在的话 即使像这个已经被做过防护处理了 一样可以检验DNA 包含它的血缘的追踪 种类的鉴定等等之类的 这是台湾黑熊的头骨 头骨拥有最多的分类的特征 很多时候我自己开玩笑的时候 自己是那个回收业者 也是生命理业者 因为我就是把这些 以前大家认为 死亡就没有用的东西 我们让它 产生更大的价值 这些收回来的大体 它也可以当做大体老师 来提供给我们的收益器 或者是生物相关科系的学生 来作为他们实验的解剖的对象 这样我们就不需要再额外花钱到市场去买活体 就可以把这种额外的牺牲降到最低 陆沙的标本有时候是被车子碾过之后 可能其他部分已经破损残缺不全的 所以我们来的时候有的部分就可能就会把它淘汰掉 就只留下最重要的头部的部分 也许这个做出来的标本 可能会缺一只手缺一只脚 或是有破洞 但这个无损它的价值 而且它反而变成是一个更有意义 更有故事的标本 因为它们不再是无名士 这一只只来自哪里 何时被发现 一笔一笔都清楚地记载在陆沙社的资料里 今天有什么 其实在不开箱之前 都是薛定格的猫 可能是灵脚销 对 灵脚销 可以看到它脚跟脸 陆沙社其实是大家互不相识的网络社团 能够运作十二年 维系着让国际大为佩服的公民力量 就靠这小小的办公室 不一定每箱里面只有一件 我有遇过一箱里面有五十几只八底的 我都有记录了 比较平均的大概的确是一天三箱 有时候比较震惊的会是 比如说连续开了好几箱 发现民众捡来的都是同一种动物 绝对不寻常 只要短时间之间收到太多同样物种 都会觉得怪怪的 这些没了呼吸信条的野生动物 被公民科学家寄送过来 得先确认是否已经上船 新手也没关系 一张纸条留下联络方式 研究助力一样会找到你 他是骑单车的时候发现的 他有一个知道说 他先带回去有一个原因是 他想要把它比较冷冻状态 再寄过来会比较保险 可以学生看过 可能是因为老师 就因为 确认资料后就是判定物种 资料在上传的时候 上传者可以写一个初判物种 他填错也没有关系 因为最终鉴定 还是交给鉴定人去鉴定 无论实体或照片 哪怕只剩凤毛零爪 他们总是可以辨识确认 其实我觉得这次不是红罐 我就只会爬而已 他肚子 肚子是灰的呢 他有计划吗 有啊 我不确定是不是红罐亚成 还是他是红罐亚成 红罐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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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看我就错了 我就错了 白负会 就是黑白会 非常分明 不论亚成会比较难认 鸟通常诱体 亚成跟 稻辰鸟 对 然后有时候还分 夏季跟冬季的羽毛 会不一样 好 OK 这只可能会给大学的受益器 去做大体解剖上课 一年大约会有五百箱 这样的动物遗体被送进来 长廊上几个大冰箱 装满了动物界的大体老师 以前的人都说尸体就是丢路边 或者是死狗放水流死 毛挂猝头 其实如果说完整的话 可以让他们发挥更大的价值 本来做路沙舍这样的推广 是希望去减少动物的车祸事件 但是意外的后来发现 它疾病跟这个 环境医院药检测上面 其实是对大部分人更有感的 所以我们那时候 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做这个事情 希望透过这个来厘清台湾的 忍出光中传染病的 这些情形是如何 然后我们的那些农药 老鼠药是不是有被滥用 的确动物的死亡 常常是人类生存环境的警讯 2013年大量的幼欢鹿死 路沙舍和野生动物急救站合作 才发现台湾还存在狂犬病 动物们用生命示警 保护了人类 林德恩也努力让他们的生命 不是白白的消逝 把之前累积的资料整理出来 是了解到到底台湾有哪些地方 是真正容易发生动物车祸的地方 是什么样的物种容易被撞 在五年前开始 我们就是整理了第一批的 这个所谓的百大路沙热点 过去这十年来 他们石虎团队的研究里面就发现 有很多河流 其实是石虎非常非常重要的 密实的路径跟地点 这个是140线道 那它就是紧邻的河流 它就是像这样四线道 这个真的是一个障碍赛 它第一关要先跨越过旁边的绿里 然后到了中间之后 还要跳过这个纽泽西护栏 然后过来之后又要穿越过这个 然后因为这边路又宽又直又大 所以车速都很快 所以石虎在这路上经常被撞死 2019年苗栗石虎陆沙多达23笔 真实的数据引发关注 县政府第一个生态工程 就选在苗29项道 这里一边是石虎七夕的浅山林地 一边紧邻后龙溪 陡坡下滑处连续死了两只石虎 然后后来他们当然就唯网 想说让它比较穿越毛 后来就发现其实石虎都从这个地方上来 上来的话这边出口只有2K 他们本来在还没有人类破坏之前 他是所有路都可以走 但现在变成只剩下河流 算是干扰比较少的地方 里面有比较多的草 然后相对安全去找石虎石的地方 就像生态公司人员 带我们进到这个霍龙溪旁的高草地 想像石虎在这儿饱餐后 得怎么穿过马路回到棋息地 它以前是关着的 那我们现在就是让它都打开 就是可以给石虎利用 为了尖刻他们利用的状况 我们就是架了4台的自用照相机在这边 第一次我们发现这个响寒 落差比较高 我们放一些木头 让它可以攀爬下来做穿越 其实这个通道在开始围网之前 我们就已经有先驾监视器 一开始先去看看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发现 那个地上面究竟有石虎的脚印 白天人生杂踏 难逆石虎踪迹 但我们惊喜地发现 已似石虎的脚印 所以其实石虎已经偶尔会利用 但是它偶尔还是会想办法上去 要去穿越马路 就造成露鲨这样子 所以刚刚刚讲说 我们发现围网之后 它这个通道的使用率 就增加了2.6倍 石虎已经习惯 开始学会这些地方 所以就是会使用频率越来越高 那当然还有包含很多其他的动物 像包括白皮型 那是妈妈带了三只小只 另外透过车灯的反射 反光板 试井动物听看停 就像这只探头探脑的小石虎 可能因此保住了小命 数据说话有了改善设施 但是利用既有的香寒 做成动物通道 一开始等不到动物光临 到了2022年 监测到石虎 一个月使用120次 苗栗堆石虎的保护 算是成功的例子 但如果不是女性物种呢 这里是新北市成天路 优美的浅山是动物的家 但同样的吸引人们前来 除了登山见走 山头隐约传来欢唱声 虫鸟和人真鸣 仿佛都宣示着 这是我的山林 但终究不敌人类 竹墙 开路 阻隔了他们的棋地和水源处 这一段成天路的挡土墙比较高 所以它跳下来的时候 它没办法快速的回去 所以它滞留在路面的时间 就会比较久 所以动物它就容易 在这条路上被入杀 当初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 做了这个诱导师为例 让它呢 诱导它走到我们这一个 45度的斜坡道 然后再走我们地下廊道出去 那挖泪它到这个下面 下边坡去繁殖或是求偶 它还会再原路再回来 它原本的棋地 无意中得知路沙社的理念 陈鼎文在负责挡土墙工程时 加进了防治路沙的观念 在比较光滑的面 让它可以透过这菱形网 粗糙的这个 它可以快速的攀爬 然后通过 减少它在这个路上滋留的这个时间 其实做工程都是做 但我只要多花一点点心力 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 CP值很高的 蜘蛛师很多 所以我要先播一播 这是动物 在这个底下来看到它们这样 往往反反 那有时候一个晚上 就是看到那个又欢走过去 接着白鼻青又走过去 然后接着又欢又走回头 它们会四通八达 就是往不同的方向去走 做调查本身不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 可是我们回去在看那个画面的时候 都会觉得说 这个刚刚躲下去收相机的时候的 那个那种不舒服感 在看影片的时候 就会觉得这个很高兴 就像这属于动物的天空狼道 连台湾蜜猴都来了 自在优雅 像是在做健美操 仔细看少了右腿 哪怕曾经受伤 只要环境安逝 就能够快乐安居 所有的生活 当它越多的时候 代表你这个环境是越稳定的 因为彼此每一个生物之间都有连接 那个连接其实就是一个支撑的力量 当你的连接越多的时候 你的基础就是越扎实 支撑力是越强大的 你的环境就越不容易崩解掉 如果我们与野生动物近距离接触 已经无可避免 平等善待 互生互利 地球才能永续 我让你去度个人 都让你回去了 我可以去度个人 你现在已经做好 成功 做了 我可以去做 如果有awa